不是 许总监 我推掉了两个应酬 提前半天完成项目 特意回来给您交代 不过我现在好像改变想法了 不是在现在的时间 也不是在这个环境 而是等到你真正想告诉我的时候 才告诉我 不是忘买了吧 找着了找着了 五十克 妈 你这汤靠谱吗 我爸喝过吗 行 相信您 怎么就不相信您了 好 行吧 我知道了 谢谢您 拜拜 确定不用我帮忙 不用 今天这里是我的主场 你过来的话就是捣乱 听到没 知道了 你小心自己的手 放心吧 哪有用这么小的刀啊 你能不能别管我 对不起 徐总监 干吗 那后面有切菜的刀 二次警告 听到没有 要不还让我来吧 别冷 这是我最爱的问题 你给我坐下 楼下开了一家新的饭店 要不 闭嘴 出去真的是得过定制的 这个家蛇了 徐总监 现在不是你尊严的问题了 现在是我尊严的问题了 你别动 你别动 你小心点 我来吧 我来吧 你别动 你别动 好好休息 好吗 我不休息 我打打总行了吧 行啊 来 这里面有个刀尖 就到了 好累啊 放着吧 我来吧 我虽然家务活不是特别会干 但是扫力扫得还挺好的 嗯 徐总监可棒了 没想到 你还真的准备了蛋糕啊 那当然了 怎么样 敢尝尝自己的手艺吗 当然了 喝就喝 好了 还是我来吧 你也别来了 好不容易得到的男朋友 还是不要轻易冒险比较好 有道理 以后想吃什么 我来做 遵命 不过我想要对你好一点 我还是要好好努力的 来 尝尝 这道菜 是我妈妈 教我做的 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 我爸爸被检查抓走了 我妈 也因此得了抑郁症 没过多久 就自杀了 所以 生日对我而言 再也代表不了快乐 只是 只是一些 痛苦的会议 俊悠 所以我真的不是为了 要给你那个 对不起 我想给你过生日 是因为 我觉得生日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天 那一天一定要开心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不用把开心 特定到某一天 如果那一天 给你的回忆很糟糕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成普通的一天去过吧 莫玲泽 我要把这束光 送给你 希望她可以 照亮十八岁的莫玲泽 谢谢啊 谢谢啊 现在 你就是我的那束光 在 你耳边说 等待 在 等时间转迷未来 在 无边系 空和茫茫的爱 每一个瞬间 你 都在 看 停 走 左转 干吗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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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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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接叉犬吗 我只是为了防止 你从家犬变成处处留情的流浪犬 给 什么 担心某个人心里真的会有裂痕 所以手镯的粗穴了两个 不过好像想想 某人做的 更手镯 死无对证 我那是完美品相 怎么了 瞧不起我的鞋把子垮 抱歉 徐总监 在下手笨 只会捏正约 喜欢吗 不喜欢 我就喜欢摔碎的我的鞋把子垮 好 不喜欢得扔了吧 别别别 这是成堂正贡 万一我们两个以后 吵架的话 这就是证明 你追我的最好证据 你这是要表达 让我信任你呢 还是在炫耀呢 你说呢 看我给不给机会咯 懂了 我从来都看不了温情片 因为我看到分别的场景 回来流满面的 你如果不想去 我们就不去了 拿着啊 去吧 但是属于你们共同的记忆 也该好好道个别 那你呢 我是属于你的现在和未来的人 我去附近逛逛 结束了告诉我 好 看你面色红润 目露新光 看来我选的酒不错 看来我选的酒不错 但是桌上好像放的另一瓶酒 更符合你的品位 你见过他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特别聪明的话 会有点无聊 不过 既然你已经看透了我的把戏 那你就得告诉我 选哪瓶 好像选哪个都是四季 都不上钩 你既然已经上了我的贼船 不选都不行 闻到了吗 我没喝酒 因为你在等我 看来你又逃过了一劫啊 那我到现在才明白 刚才波波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小猫回家了 我们也回家吧 好 祝我们三十五天纪念日快乐 无事献殷勤 非奸其道 犯什么错误了吧 其实就是有人订了我的话 我就在信用卡里预支了订金 想第一时间给你买礼物 这该不会是你撩妹的 惯用伎俩吧 撩妹 真男人只在乎 如何登上家庭食物链的顶端 火花卖出去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稳稳坐上了王座 嗯 还真 嗯 那 好 那 我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